演员拍攝的影视剧在播出后 会诞生一些CPE 尤其是男女主角或者男女配角 比较般配有CPE感的时候 奈何CPE就是CPE 戏外只是合作的搭档 只是观众过于想入飞飞 硬是幻想他们可以在一起 于是绯闻通稿满天飞 再加上一些营销号的推波助澜 让当事人比较尴尬 尤其是当红男女演员之间 粉丝群体本身庞大 很容易掐起来 最近一位名字叫刘大锤的媒体人 郑重其事地回应有关孝战的CPE问题 直言都是假的 意味着柯孝战CPE的可以散了 毕竟连他们这种媒体人都发现不了什么 围绕在孝战身上的热门CPE对象 一共有两个 一个是杨子 一个是李沁 柯孝战杨子的可以散了 肖战杨子一起合作过于声请多指教 是一部十足的小甜剧 两个人在里面的表现很甜 是那种正能量的甜蜜 没有那么的人工糖精 看起来比较的清新不油腻 随着剧集的热播 肖战杨子的绯闻甚嚣沉上 借着剧情里的故事顺势延伸到戏外 再加上之前两个人就为了配合宣传一起参加活动 有一些互动 便成为了绯闻的素材 仔细观察 肖战杨子的绯闻视频或者文章 来来回回就那些东西实在是未如鸡肋 在为余生请多指教做宣传的时候 两个人单独访问居多 合体访问占比不大 这就是在赤裸裸的避嫌 害怕外界对他们的绯闻继续响如飞飞 没办法需要提及对方的时候 肖战杨子均以老师称呼对方 显着严肃又不失尊重 最主要的是还不显着暧昧 可以说肖战杨子为必显绞尽脑汁 可外界磕得乐此不疲 真的比较无奈 不禁想问 问当事人意见了吗 你们就无所顾忌的磕CP 磕肖战李沁的可以散了 肖战最大的绯闻对象就是李沁 比杨子要早很多很多 在肖战为出名时期 便与李沁合作了狼殿下和朱仙电影版 两个人作为多次合作的搭档关系自然不错 也仅限于是搭档朋友的关系 结果随着肖战的大红大紫 这对CP跟着火了起来 出现各种各样的CP通稿 闹得肖战李沁比较无奈 没办法李沁曾经发布声明自称单身 肖战更慎 一连好几次发布辟谣声明 就在梦中的那片海官宣阵容的时候 肖战还发布了单身声明 一再辟谣强调自己与李沁的绯闻是假的